欢迎大家收看全日总结 这一节是Michelle做我们的嘉宾 Michelle 你好 你好 首先跟大家看中港两地股市的收市表现 两地股市做好 投资者预期中央会加大投资基础建设 见到几件板块凌象之下 上证指数收市连升三天 而且成交也重上千亿元的水平 两市成交合计大约是三千亿元左右 上证指数轻微高开后 早段反复下稳 升幅扩大 收市报2634点 升31点 深圳城址全日收报7808点 升110点 而护心300指数报3219点 升49点 而创业板指数升9点 护心1348点 至于香港股市方面 恒指全日收报26524点 升337点 国企指数升139点 护心10556点 而大市成交全日是793亿元 接着和Michelle说大市情况 见到港股年升两天后 今天再度飙升 一度升400点 重上10天线和20天线 今年大约只剩下半个月左右 你看恒指还可以再上网多少呢 Michelle 我们先说大市走势 恒指这几天升上来 都是消息大动下 一个好消息 一个坏消息 令到有裂口低开 裂口高开的情况 这几天都是裂口高开的補回之前裂口 虽然不太健康 但都是说特授消息的刺激会比较大 的确到现在这个时间 会有比较多的事件出现 影响大市的走势 莫说现在市场焦点在个别股份的消息上 大陆政策方面 亦有新的会议召开 例如大家估计 可能未来星期五 或者到下星期这些时间 会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上面可能会讨论对于2019年整个大陆经济的发展预期 当中也不排除涉及对GDP增长的预期 大家在想会不会今次在现在这个环球贸易有增端的情况 经济下行的情况之下 可以下调GDP的预期 给予多些空间 给企业去做其他方面的调整 除了大陆方面之外 大家亦都在观望下个星期 联储局会有加息会议 对于明年的加息路径 会否放缓呢 会否放缓多少次呢 有分析会股 可能现在对于2019年加息两次的预期 甚至有些激进一点的人士会估计 会否12月加息已经是最后一次的加息交周期 就会进入完结 我想都要等回联储局的官员进一步的声明 才可以寻找到更多的启示出来 所以我想现在的市场都是要静待这些事件 有一个更加明确的暗示出来 才会有一个更明确的方向 但当中也要保持关注的就是中美贸易初伤 会否有进一步的进展 始终你刚才说的所有事情 对市看好或看差的情况 都要建基于这个贸易关系的谈判进展上 万一你说大家双方达不到共识的情况之下 一定两派驱伤 我都不会再对中国的前景 经济前景甚至环球的经济环境 看得更加乐观 所以现在大家都有静待消息 我们看回港股短期的走势 在一个大家都等待、审慎、观察的情绪之下 我相信港股短线要再上升 可能都是要看回之前的列口底部 26,700点这些位置 如果你说挑战完可能上不去 或者挑战了之后又很快回落 短期都不排除继续在26,700点 或者去到26,700点这些位置上落 说完大事之后 就和Michelle首先说了恒安国际线1044 昨天有沽空机构追击她 所以就停牌了 看到她今天就服牌 兼且也否认了相关的指控 沽空机构认为 沽空的声明其实有些回避 回避了一些关键重点 还说会发布一个反驳声明 恒安今日全日跌大约3.6% 报复54.95 最低结果53.5 你看看恒安反驳的证据 又足够吗 Michelle 其实我自己觉得恒安反驳的 那份声明 我自己觉得不是那么满意 因为我觉得她有一些问题 的确是回避了 或者没有讲得更清楚 比如说大家现在比较关注的 关于她的经营利润率的问题 其实本身你说 就是卫生巾 或者做得高档少许的卫生巾 她的那个经营利润率 她做得高一点 本身我自己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现在大家斟酌的位置 是你和你的附属公司 就是恒安中国和恒安集团 为何做同一样七度空间 那个经营利润率 可以有这么大的差距呢 是什么原因去导致到呢 其实这一件事恒安 其实没有给出一个很清楚的解释 而是只是说 可能一间集团 某些附属公司 是有做出空间 而另外是没有的 但是又解释不到两间集团 为什么她的收入 结构都这么相似 所以我觉得这一件事 会不会是公司 可能有一些入仗 或者会的准则方面不同 导致了现在这个结果 或者她公司的架构 可能后面有些更复杂的关系 是没有说清楚的 这一件事本身是恒安 可以在她那份反击的报告当中涉及的 但是她自己没有说出来 我觉得这一件事 可能不排除恒安之后 在刚才阿佑说 如果她再出第三份报告的时候 恒安会再出一种回应 因为目前看到恒安出了第二份的一个搏击 都没有这些很具体的解释 另外一件事就是其他的指控 包括质疑她的营收负数 其实查过关于一些大陆的会计方面 的确是有一些会计会有这个习惯 譬如说将一些预付账款 也就是我们说的一些订账 归纳去到一个营收账款里面 以及用一个负数的形式去显示 香港通常的做法 就是将她放入负债改栏 大陆的做法不同 那会不会是中港两地的一些会计准则 或者是习惯性的做法 导致了今次见到一些疑问 恒安这一件事也没有解释得很清楚 我都希望她可以再出多一份反过 澄清翻 其他很多指控就难求求证 比如你说如果要指控恒安的一些银行的结余造假 或者说她的一些举债去发股息 这些东西其实我觉得是比较难去求证的一些东西 所以这些就是大家见仁见智 你可能如果本身对恒安这间公司有质疑 可能就会就着这些坏消息去发烤 也都有很多大行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 暂时目前来说未有一个很大的定论 但是对于她经营利用率过高这个问题 的确是一个比较大的concern 比如说如果你说因为阿米巴 她自己一个独特的商业模式 令到她的一些sgna 也就是她的一个消失费用比较低 那这个方式是否一个可持续的方式 大行对此是有移民在 所以都将恒安她自己目前这一只股份 她的那个评级就调低去到埋出 那我相信这个做法也是合理的 毕竟你现在恒安风头火势的款 还有这么多问题都没有答得很清楚的情况之下 就是真的不要说短线会看到 希望她有一个很强的反弹 除非她可以真的出多一份报告 对于刚才所上述的那些问题 全部都搏击得很清楚 才会看到对她更多信心 好 说完恒安后 又和Michelle转一转去调一下药股 看到今天有一个新的药股上市 就是若明康德2359 其实它就是若明生物的母公司 所以她今天正式挂牌 今天早上开曰的时候 是67元 全日收市是68元 其实跟招呼价就一样 没什么升跌过 你看之前的药股 因为在大量采购中 就有一个很大的震荡 都跌了不少 现在你看到药股的前景又是怎样呢,版块是否值得大家去吸纳呢 其实对于整个医药版块来说,我觉得是要看回不同的细分行 你说之前说到大量采购最直接影响到的一些企业,那一定是一些做仿制药的公司 比如说你终身制药这些,石药这些 但是至于大量采购这个政策,它都不断有些更新在 比如说你最新看到上海方面的阳光医药网,它就已经是公布了最新的一个大量采购名单 原先由31种变成25种,其中关于之前的石药涉及到的,譬如说亚莫西林这些是不见了的 我相信大量采购这些东西,可能之后还会有adjust的空间 不排除有一个可能性是现在政府看到,可能市场反应很大 可能会放松一点点,都不出奇的 只不过是大家预期是可能短线,大家情绪恐慌,市场会放松 但是长线来说,它对那个药价打压的这个预期在 所以对这一样东西都始终是保持一个比较审慎的态度 但是始终说,若名康德甚至若名生物这些 他们其实做的事情,不是直接和大量采购这个政策相关的 他们就是做一些,比如说他职业外包研发做CRO或CMO业务 他会受到这个政策影响的位置,就是譬如说 这个政策影响到一些仿租的公司,他自己的一个模拟下降 他可能在研发上,都不会再付出更加多的金额去做研发 这个时候就变成若名生物,若名康德的一个收入 便会变相间接地会有一个下降的压力 我觉得这个压力,对于若名康德来说,压力相对若名生物要大一点 因为始终说若名康德和若名生物两种股份的差距 就是差别在哪里呢? 若名康德主要就是从事一些小分子的化学药的CRO 若名生物就是做一些大分子 例如我们之前说,一些标靶药、生物制剂 这些是属于若名生物的范畴内 所以你说大量采购这个政策,就算是间接来说 影响得比较多的也是若名康德这一只股份 所以不是直接影响 所以我觉得这一件事,可能现在的市场对于这一类型的股份也好 或者你说若名康德今天新上市也好 不会有一个很追捧的热潮在那里 另外一件事,始终它的PE算是一个比较高的水平 17年的收入计大概是62倍 预测时容率大概是45倍 如果考虑了刚才的因素 为何说预测是45倍低,即製造二倍这么多 2018年的业绩是很强劲 2018年上半年的业绩已经超过了2017年全年 但在刚才说的那些政策的间接影响之下 会不会令到它之后的增速放缓呢? 我觉得市场担忧的是这一件事 所以在现在这个环境去评估这一只药股 我觉得它的前景是好的 其实你说大家要担心大量采购这一件事 但其实有很多时候新药的研发是不可能暂停的 大陆之后未来都很靠医药这个版块去撑起它 就是莫说中国制造2025 或者以后的一些对于生物医药方面的一些政策支持 我觉得要撤回这些支持是不可能的 所以你说长远来说 我觉得对于这些版块都是看好 只不过现在暂时 目前受着一个气氛滞爪 还有对于它的PE上高的情况之下 就不建议在现在这一刻去追入这一只股份 好 最后还有些时间 都和Michelle谈谈内房股 好吗? 因为看到昨天急息完之后 今天都再接力再上 事关人民币的中间界大幅回升 还有市场都冲敬内地 会有一些稳定楼市的措施出台 之前经常受一些政策因素 都会影响着内房股的走势 现在好像有些曙光会松绑 是不是大家都可以看好一点点呢? 对于内房板块 的确现在的市场 其实都真的有不少的预测 预期可能会有一个政策上的一个松动 包括之前说到一些座融资的政策比较紧 可能今次昨天发觉 有一个支持一些企业去发行企业债的 直接融资的一个文件 会是一个放松的一个暗示 我觉得现在说它放松 其实有些言之上早 始终你过多几天 可能就已经要召开2019年的中英经济工作会议 你到时等到它的会议 上进一步去解释 对行业会不会有放松呢? 到时才去买一个定论 应该才会比较准确 我自己对于这个经济工作会议 上面对于内房房地产板块的论调 我觉得它坚持2018年住房不炒这个概念 可能性都是比较大的 即使你说要救经济 都不会说是真的首先看回房地产 可能都是会偏向于那些基建 会比较多的 还有现在内房的库存 即是看到一些数据出来 都真的上算一个 跌到一个比较低的水平 你说如果有任何政策上的松动 都可能会令到房价 即是楼价 会有一个比较快的上升 我相信这个现象 不是中央所乐见的一个现象 所以基于刚才的那些判断 我觉得都是看得比较审慎 对于内房的板块 政策上的松动 我觉得在短期内看得到 刚才看到今天表现最好的蓝筹股 都是内房股 就是1.109华润置地 全日升4.5% 部份在31.35 至于碧桂圆也升3.7% 部份在9.8 谢谢Michelle 你的长相分析 帮我们分析了不同的股份和板块 都和你深谈 刚才我们提过的股份有没有持有 没有持有 谢谢 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下次再见